我们今天出海去海钓 去搞一点新鲜的食材回来 叫上妹妹一起来跟我们吃个火锅 这个鱼线有多长 两百米 你用的什么鱼钩啊 很大的 那种甲鱼吗 甲鱼 甲鱼 这个就是那个鱼啊 好大呀 还有虾虾 有一条什么鱼啊 马桥鱼 不是一条 好多条吗 三条 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 勾到他鱼尾上面了 哎 天呐 我在这个地方 哎呀 你在学什么呀 哦 他是这么叫的吗 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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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鱼了吗 上了吗 再吃掉 小的鱼 小的 这个我觉得尺寸不够吧 放回去这个 我觉得不符合尺寸 这有点小啊 小鱼鱼那边刷小的 全部要放回去 又再又再吃了 又是一个小 是不会是刚才那条吧 他那么傻吗 放回去了 他又吃 快上来了吗 我感觉不重要 又是一条小的青鱼 还是不符合尺寸 这也小了吧 我只能放回去 好可怜啊 放回去还会活吗 放回去吧 不符合尺寸 大的还是小的 又是个小鱼 又是小的 看看 两个 两条 哎呀又是两条小的 天啊 还是不符合尺寸 为啥你今天钓的都是这种 不要啊 不能要啊 不符合尺寸 好好吃 嗯 放回去吧 小的鱼 又有鱼在吃钩了 对吧 你感觉大不大压这条鱼 可以 可以啊 我觉得 应该看起来还可以啊 嗯 嗯 是不是快出来了呀 嗯 哎呦我感觉很大 有那么大 又是一条青 哎鱼又是鱼 又是鱼 哎呀好烦哦 小大的 哎呦 真的吗 是不是别是一条鲨鱼啊 哈哈哈哈 他还在争扎吗 还没出来 不可能吧 还在吃没有 还在不在 还在呀 哎呦 我这有点激动吗 你知道不 什么鱼 什么鱼 快上来了吗 哎呦我看到了 哎呦 是一条大鱼吧 哎呦好像 哇 哦清雪 清雪 可以这个可以 哎雪鱼还是清水 雪鱼 还可以 这条还可以 哎呦 别钓了 别别钓了 可以可以这个尺寸可以 那么大了 不错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半了 外面还是这么亮 现在是日照最长的时候 到处都还是亮的 几乎不会天黑了已经 这就是供这些船 那卖东西的一个小超市 这边的六七月真的一天可以当两天用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的11点了 然后外面根本都黑不透的 就是这样的亮度 就夏天的话 半夜都能看到外面到处活动的人群 很多人都是不睡觉的 我家的核桃树下长了一颗特别奇怪的蘑菇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再去看一下鸭子孵蛋的进度 小心他要咬你的 哦 甜了 快让他回去孵啊 我管他 他为什么不过去啊 咬 慢慢来 我感觉他把蛋都盖不完 我感觉这个蛋都会坏啊 还有一点小 我感觉这个蛋都会坏啊 还有一点小 好 现在盖完了 可以了 来一点这个叶子 我也忘了这叫什么 这叶子长得好好带啊 这个过几天应该也可以吃了 挪威妹妹说他们今天要过来 所以我就准备了他们很喜欢吃的火锅 今天的火锅菜 这是鲜鱼 鸡爪 然后大虾 这边是蟹棒 鱼丸 还有年糕 这个就是几个素材 这边有口馍 然后三明治 鸡肉 章鱼 就是刚才的那个菜 然后这边还有分皮 竹笋 跟那个豆腐皮 这个是一个肉丸子 挪威妹妹现在跟我一样 是一个火锅味 她就是隔不了多久就想吃火锅 但她自己的话又弄不来那么多的食材 所以每次就只能来我家称饭 今天做的是微辣锅的 这真的是四串人吃火锅最大的妥协了 其实他们现在还是能吃一点辣的 我就觉得吃火锅嘛 还是有一点辣味更好吃 我真的好想念毛肚鸭肠皇后 那正宗的火锅食材 但是这边真的很难搞到 有时候能买到的那种就是冰冻的 然后做出来的味道也是奇奇怪怪的 就完全没那个味 用勺子来 用勺子来帮妹妹 用勺子来帮妹妹 帮忙 妹妹 叮叮 眼膏好了已经 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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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应该也已经好了 你看你晒得好黑呀 妹妹好白呀 您刚也做了 是出锅 蓝了 太臭了 不是 没方 connects 魚要趕快調 不要全人都會碎到 水魚這樣煮起來挺好吃的 我覺得章魚和雞爪更好吃 他們都不吃覺得很害怕 你吃一個雞爪好不好呀 嘗一個雞爪蠻那麼好吃的 妹妹也不吃雞爪 我覺得雞爪最好吃 蛋白 兒童 你看 他口 你们也吃饱了 你吃饱了 他们还没吃饱了 他们多吃点我们还要吃了这么多菜 叫妹妹多吃点吧 他们还没吃过螃蟹 叫什么名字螃蟹 螃蟹 螃蟹 蟹棒 妹妹喜欢吃蟹棒 妹妹听不懂 快给她翻译一下 她傻还不敢听不懂 她说是 therm接 她有毒呢 capital globalization 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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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叹